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恩養師 最近一直陸陸續續有受到一些民眾來訊詢問 關於鷹加果油跟魚油有什麼差別 那今天佳恩養師就給大家剖析一下 到底鷹加果油跟魚油有什麼差異 Let's go 鷹加果油其實是萃取秘魯高原上的一種 叫鷹加果樹的種子 那這種種子其實被當地人當作食物載重已經有好長的一段時間了 因為它的外觀像猩猩 所以被稱為猩猩果 那麼這幾年如果有再注意保健食品的話 其實都可能有留意到鷹加果油 那為什麼鷹加果油這麼的夯? 原來鷹加果油會這麼夯的原因 全來自於它的種子 一顆小小的種子 就含有93%以上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而我們熟知的Omega3 它就佔有50%以上 Omega6 35% Omega9 8% 營養價值可以說是相當的豐富 但隨著我們的飲食習慣日漸趨向西式化的原因 我們很常可以攝取到一些 Omega6含量比較高的食物 像是些油炸類的食物 例如雞排 豬排 鹹酥雞 魚排等 而且在烹頭用油上面 也多選擇一些大豆油 葵化油以及花生油居多 那麼根據國外的科學研究指出 細氏化的飲食很可能會導致 Omega6跟Omega3的失衡 而且這種失衡的比例可能來到1比20 所以我們目前的習慣是需要Omega3 而不是Omega6 根據美國AHA的建議 Omega6跟Omega3的最理想比值是1比1 這是對我們比較好的建議值 那魚油的部分就是提供單純的Omega3 不含Omega6 聽到這裡你或許會有一個疑問 Omega3硬加果油也有啊 沒錯 確實硬加果油也有Omega3 但是它的Omega3是屬於植物性來源 Omega3在我們人體已知的有將近11種 而魚油的有效成分 EPA跟DHA就是這其中裡面的兩種 那麼從硬加果油來的 Omega3其實是屬於植物性的 它們是屬於EPA跟DHA的前去物 在我們的人體是需要經過轉換 才有辦法變成EPA跟DHA 而且有點值得注意的是 植物性的Omega3 在我們人體的轉換率其實是非常的低 大概只有1到9%而已 那麼根據衛福部的建議 我們一天攝取的Omega3 盡量不要超過2公克 而這2公克是指DHA跟EPA相加起來 不超過2公克 按照植物性來源 在我們人體的轉換率這麼差 我們大概要吃到20公克以上的硬加果油 才有辦法補充我們一天的所需啊 當然前面講了這麼多 也不是說吃硬加果油不好 如果你今天想要補充Omega3 但愛於你是一個素食者 沒辦法吃魚油 那硬加果油會是你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且你還不用擔心重金屬污染的問題 所以加恩養吃就提供3點 小PEPPO 給大家在選購魚油的時候可以作為參考 第一個小PEPPO 可以選擇萃取至小心魚種的魚油 像是沙丁魚或是蹄魚 來降低生物毒素累積的風險 第二點 可以選擇高濃度80%以上 TG型態好吸收的魚油品牌 第三點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請確保你所購買的魚油品牌 有做維生物以及中金屬污染的檢驗 以確保我們吃進去的魚油是可靠、安心 對我們人體是不會有任何傷害的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